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足协部门裁检 所有中层官员全被免职 中共最高院公开征求意见 却删光评论被讽刺 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的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最终摆脱了多年的咽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上提问 将会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至于大陆多家媒体的消息称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消息证明 乌克兰很可能收到来自印度的炮弹 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乌克兰和印度媒体7号的报道 莫迪明确地表示 要为乌克兰输送155毫米的增程炮弹 他坚信 只有当俄罗斯将其深入的地方全部撤除 和平谈判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他明确地指出 那些不要求俄罗斯撤军 却仅仅高呼要进行和平谈判的国家 缺乏真正的正义感 对待和平谈判的态度不够认真 想要成功达成和平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和平谈判的大门唯有一把关键的钥匙 就是俄罗斯必须将占据的土地全部归还 否则和平将无从谈起 谈判也毫无意义 印度的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举动反映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角色 有网友说 印度这步棋走得太漂亮了 惊艳了全世界 让人刮目相看 有些还在暗住俄罗斯的国家需要反思了 想想看 怎么样才能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欧盟将在10号投票决定对其移民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这将显著的加强寻求庇护者的入境程序 并且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分担责任 欧洲议会将根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9月份首次提出的提案 决定一系列构成欧盟移民和庇护协议的法律 此次改革是在克服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多年来的紧张局势和分歧之后才达成的 一旦移民政策改革的法律全面通过 将会在2026年生效 与此同时 欧盟一直在与几个外部国家达成协议 试图减少离开其领土到达欧洲的移民数量 欧盟27个国家的庇护申请量增加 去年达到了114万份 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局的数据 进入欧盟的非正规移民也在增加 去年达到了38万人 移民和庇护协议遭到极右翼 极左翼和一些社会主义立法者的反对 欧盟议会中最大的政治团体 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的负责人韦伯说 经过多年的僵局 新的移民规定使我们能够重新控制我们的外部边界 并且减轻欧盟的压力 必须由国家当局而不是走私者决定谁能进入欧盟 此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现行的基本规定 即寻求庇护者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应对其案件负责 但是改革方案增加了一个团结机制 要求所有的欧盟国家在意大利和希腊等前线国家面临压力时提供帮助 要么接纳一些寻求庇护者要么提供同等的财政权助 欧洲议会的法国中间派议员凯乐 负责起草法案文本的部分章节 他称这一协议非常平衡 并且比当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通过边境程序对非正常移民流动进行更好的检查 并且更加的团结 议会的投票不会是该协议的最后一步 因为其程序的技术应用仍然需要确定 法国极左翼议员格鲁克斯曼表示 这将允许可能在欧盟国家获得庇护的寻求庇护者 被送往过境国 他批评了一项协议的方案 根据该协议方案 一些欧盟国家如果帮助支付另一个欧盟国家 更严格的边境安全费用 就能够抵消其在团结机制下的财政义务 他说这支持了安全第三国的理念 这将适用于一些仅具有安全标签的国家 是我们边境外包的又一步 极右翼的法国议员加罗表示 欧盟的外部边界就像是筛子 而且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点 好莱坞动作巨星巨石强森 5号接受福克斯之友专访式直言 如今美国社会分裂让他感到苦恼 不排除未来他自己参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 巨石强森谈到 4年前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帮助拜登和哈里斯竞选 当时在大选的前四天 他发了一则视频 充满了对拜登和哈里斯的崇拜 然而四年过去了 他说自己并不认可拜登的觉醒和取消文化 所谓的觉醒 即让某个族裔觉醒起来发动斗争 比如打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旗号 不断的将罪犯放出监狱 让街上充满了犯罪 再譬如黑命贵 即政客不断的挑动种族情绪 导致社会动乱 而取消文化就是取消警察 觉醒文化让街上充斥着犯罪 取消文化却限制了警察的执法 让犯罪分子无法无天 譬如洛杉矶经常发生的林原购 加州臭名昭著的47号法案 持有毒品偷窃商店盗窃 违造支票等重罪都变成了轻罪 950美元以下的盗窃 即使罪犯屡次犯罪 也不需要入狱 也不会被采集 DNA标本 居住在加州的居士强森说 他对这些所谓的文化很苦恼 由于自己的影响力很大 他不会再轻易地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 以免误导公众 造成分裂 由于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 主持人问居士强森 今年还会再做一次视频吗 居士强森回答不会了 现年51岁的居士强森 26岁时开始职业的摔跤生涯 多次赢得联盟冠军的腰带 他在人生巅峰时选择告别摔跤生涯 转战影视圈 他主演的首部电影是在2002年的磨结大地 代表作有特种部队2 全面反击 速度与激情等多部科幻动作片 硬汉形象深入人心 截至2018年的7月份 他参演的电影《累计全球票房》 已经超过了104亿美元 目前一项指在修订47号法案的民间倡议 减少无家可归 吸毒成瘾和盗窃法案 得到了加州众多人的支持 这一倡议需要在5月前 征集到55万个有效签名 不知道居士强森会不会签名表示支持 菲律宾中国在南海主权纷争 近来是持续的升温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4月7号在菲律宾巴拉旺岛西北近海的 南中国海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 内容包括反潜战 船舰通讯 编队航行训练 以凸显四国军队的联合行动力 并且展开加强合作 及支持自由开放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承诺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有意借此次军演彰显与菲律宾的团结 力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抗衡中国 中共军方7号也表示 南部战区在该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 抗衡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 日本海上联合演习的意味浓厚 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 罗宾·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 日本和菲律宾台湾都在第一岛链 菲律宾是维护南中国海台湾安全的枢纽 日本加入以往菲律宾的联合军演 在地缘联合防御上很自然 也表示日本强化日非安全合作 以及在印太地区担任更多责任的决心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4号接受日经新经济新闻采访时说 日本需要展现更大的存在感 并且承担更大的责任 为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有消息传出 奥库斯考虑让日本成为第二支柱准会员 但不是参与澳洲核潜艇计划的第一支柱 而是其他技术的分享 这件事的差异在哪里呢 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否是岸田此次访美的重要任务呢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认为 这个组织里面 澳洲跟英国过去任何一个战争 都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支持美国 包括信任度 包括资讯分享 有很多机密资讯 他们很容易可以彼此信任去分享 今天要加入日本 一下进入到第一支柱 英国跟澳洲 它不见得百分之百支持美国这个想法 这要牵涉到核武这个问题 在日本社会就是一个禁忌 自我的限制 所以进入到第二支柱 合作形式可能是 像后勤补给的概念 从人员材料的提供 甚至从训练技术方面去着手 不但是比较可行 而且可以快速达到合作的结果 除了日本之外 加拿大也宣告 考虑加入奥库斯的联盟 此联盟以核潜艇为关键切入口 实际就是亚洲北约 今天的三国联合声明 已经表达要扩大合作国家或者是成员 这一切对于习近平来说不是好消息 8号中国足协开会宣布 部门有19个压缩为14个 包括协会副秘书长在内 所有的中层官员都被免去职务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 专门报道足球相关新闻的足球报报道 该会议会宣布包括协会副秘书长在内 所有的中层官员全部被免去职务 新设立的14个部门均设置了筹备负责人 将在一周之内完成部门人员的调整等 一号足球报曾报道 本次足坛的反腐案被调查期间 部分足协人员主动交代问题 目前这些人继续留在足协工作 甚至还在原网位上 这是很大的隐患 未来十年足协还可能出现陈永亮这样的不倒翁 自2022年男足主教练李铁被抓之后 足坛震荡 不少官员落马 今年的3月26号 陈永亮与足球协会前党委副书记主席陈虚源 和足协前主席于鸿尘 中超前总经理董征均被判刑 分别判14年 无期13年和8年 7号中共最高法院 就民事法律中的婚姻法司法解释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但是在其微信公众号 对征求意见的公告的评论却进行了精选 2000多条评论 一条都看不到 网友讽刺说 这是年度最佳笑话 8号在大陆微信平台 该公告评论区显示有2220条评论 但是如果点击 则会出现 博主已经开启评论精选 一条评论也看不到 网友就讽刺说 公开征求意见 然后精选评论 一条都没精选出来 提前锁定年度最佳笑话了吗 征求意见 你观评论 智障一个 公开征求意见 然后锁评论区吗 真是笑死了 华天下之大吉 你征求个锤子呀 在办公室里一个椅子上征求的吗 这一司法解释中 最具争议的就是第20条 这一条款规定 离婚时 夫妻一方 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 仍然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 给予适当帮助的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网友对这一条款的意见最大 有的说 离婚前 你住我房子花我钱 离婚后 你还是住我的房子花我的钱 这个婚 我白离了吗 就这21条内容 李鸿章来了 都不敢签吧 你这么改 以后谁还敢结婚 最高法院的法官 早晚给你们同死几个 你们才知道老百姓的诉求 还有网友评论说 一份漏洞百出的征求意见稿 一个精选评论区的发布 无限模糊的自由材料 失了智的离婚后经济帮助 起草这玩意的 想干啥 真的是开了眼了 这不叫司法解释 这叫想办法绕开立法 为降低结婚率 贡献力量 中共最高法院 一切听从中共的意志 经常做出反常识 反法治的行为和言论 引发民众和外界的耻笑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